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是说一下子就能把妆化很好的那种人 就说你们要担待着我一点点 那现在就开始吧 首先我先涂一个防晒 我不知道怎么发音 就是最近那个买货网上很出名的那个防晒霜 最近这段时间呢 如果说太阳比较大的话 我都有用它来做打底和隔离霜 再省一个步骤 脸上不用涂那么多 渐入中年的人 皮肤也渐入困境 眼睛下有好多细纹 所以说呢我说不想涂那么厚 这个还蛮清爽 是我一个很可爱的朋友推荐 然后送给我 我不知道我这个视频什么时候发 但我录这个视频的时候呢 是一个星期六 等一下马上跟我朋友出去吃火锅 火锅这个东西我真的是抗拒不了啊 一个星期吃个三四顿都可以 很喜欢吃那种很辣的 吃完很辣的呢 我又拉肚子 哎这个事情解决不了 我好像肠胃不好 遮瑕我也没有买新的 我就还是用那个我非常非常喜欢 屡次说那个makeup forever的五色盘吧 先用手指 蘸这个深色的三分余色 平衡一下眼睛下面的黑眼圈 我尽量保 因为我发现眼睛下面的遮瑕太多呢 我的眼门更明显 昨晚是有点没睡好 今天早上起的早去瑜伽了 就有一点点有黑眼圈 可惜不是非常严重 早上起来我上瑜伽课的时候 我老师还站在门口说 You know you are beautiful today 然后整个一天的心情都好了 我就跟他说 You made my day 像我这种看破红尘的人 都是经不住别人夸 如果说有男生在看我的视频的话 你喜欢一个女生你就夸他 用这谨慎的一点点绿色 来平衡一下脸上的兜兜 我最近真的是兜兜还蛮多的 哎怎么办呢 休息不好心情不好 生活压力大 工作压力大 苍天啊刺我一个不要那么操心的心狠命了 把这些绿色的隔离点上来 让我再找出 每次给大家做 get ready with me要用的 那个real technique的美妆蛋 我看别人都是有这个美妆蛋 所以我也想找出来用 为了合群 有的时候生怕自己不合群 或者有一些什么跟世俗不一样的见解 然后就被所有人孤立了 就好像凤凰群里面的那只鸡 苦心经营了很久 自己是凤凰 每天顶着甲尾巴 在烈日下奔跑 突然有一天被人抓住了 可能自卑吧 找到了 喷湿用一下 喷的镜子都湿了 有没有喷湿屏幕 把所有这些绿色的遮瑕 都先打开打开打开 不要用涂抹的方式 把它这样点开点开点开 让它平衡红色的 比较突兀的颜色 让正常肤色的遮瑕吧 最喜欢那个NARS小圆灌 你们看我是一个多史上的人 每次说我每次化妆 都要用的逼不可少的东西呢 我就真的是每次都在用 都不太换的 涂在我刚才打过绿色底的抖音上 在鼻子上稍微涂一些 打高鼻梁 因为我的鼻子太像猪鼻子了 希望有一个比较小的断面 在鼻翼下面的皮肤两侧 因为我这里有红 稍微放一些在眼睛下面 彻底消除黑眼圈 还你一片明媚的眼下皮肤 我也不想出去 我朋友以为我是昨天晚上 有脑过度 现在马上就要精进人亡了 也要看见我的人也爽一点 对吧 这是SIGAMAR他们家的 3D的这种多功能刷 刷头呢是一个三角形 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 正好你用它那个高峰 把它晕开 这个刷子应该列入 我的幸福感小物理啊 突然发现脖子上 有刚才没有洗掉的溶液面膜 遭受了一万点暴击 眼睛下面这块 因为这下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说我还是用美妆大了 稍微带过一些眼皮上面吧 因为我今天不想打眼皮的隔离 打底 其实我觉得呢 这也是眼耳盗铃啦 眼线该断还断 眼影该晕还晕 看到这里你们应该看出来了 我采纳你们的意见 我现在都是先上color crack 然后才上粉底了 你们能感受到我十足的诚意 不要再有小朋友 在下面的评论里骂我 耶 粉底就是重头戏了 我也有买了新粉底 看来很多些美妆博主 都在争相用 给大家做使用测评啊 全脸上色啊 YSL All Hours Foundation 据说遮瑕效果跟持久能力 都是一等的一个好 虽然说我还有很多 没有用完的Foundation 但我也依然经不住诱惑 买了一支想说试用一下 虽然说目前还没有任何粉底 在我心里能抵过 我这个非常大观 非常像果根VC 物美又有价廉的double wear 但我愿意尝试新的东西 我也不能总把自己 混成一个景底之外 然后以为天空就只有这么大堆 不知道颜色我买的对不对了 我买了B20 Avery 罐子还是挺好看的 顶成外装一贯的 简约大方妆 方管的 它这个黑鞋三号 让我想起来那些很性感 脱衣舞女郎那种 后面腿后有一条黑线 显得腿很直很修长 那种丝袜 完了上面这块像内裤 细丝极恐 这样我先想 我觉得我今天要做吐槽视频 吐槽星星色色化妆品的各种包装 打开以后呢 就是一个按压头 好像是新的 我挤不出来 挤出来了 现在绝对有点不祥 如果说真的白了 大家也不要怪我 也不算特别粘稠吧 但是也不是说特别水润 这个粉底肯定遮瑕力挺强的 很清新的歪造 一贯的那种果香 还好诶 我没有特别白是不是 好像一面就比较暗沉 然后有痘印 然后另外一面就好像变成了 光洁无邪的白瓷盘肌肤了 好开心啊 持久力的话就不知道了 干脆我把额头这个地方 留给刷子试用一下 你们说怎么样 你们可能在看一个正常的全脸试色 但对我来说 真的是开启了我人生好多新的篇章 我从来都不会用刷子上粉底的 之前 你看都还没有打开 我现在打开试用一下 不知道用之前要不要喷湿呢 前进吧 还贼忙 看来我有个改变 我不敢尝试新东西的这种想法了 我觉得这个刷子呢 其实上的粉底 比美妆蛋还要好 斜坡那个角度特别好用 手上多余的放到脖子上好了 你们觉得是不是有点白 又要爱骂 等下这个痘没有怎么遮掉 折一下 set一下我的妆吧 比较宽松的一点 一个NYX的一个刷子 一个Laramaseer到蜜粉 你们答应我 这支视频一定要包容我 对于一个处处做这种视频 心里很惊慌的小孩子 不过质地呢 我觉得是挺好的 感觉是挺慢的 但也挺滋润的 第一下就是上好妆的感觉 跟Double Wear是有的一拼的 就准备化眉毛了 之前我有做了一单Colourpop 哈哈哈哈 今天就想试一下 买的时候呢 我不敢寂寞加两支眉笔 眉笔这个东西 我真的用的太快了 平均一个月就能把一整支用完 因为平时有时候我不化妆 但我就有化眉毛 没有眉毛不能出门 新人 久闻Colourpop眉笔 很好用的这个大名 然后是价钱又便宜 什么五块美金一支 混了两支 颜色不知道合不合适 其中有一支呢 打开是这种样子 很细很长 这边带着一个眉梳的 Tope这个颜色 听起来这种灰色 就很适合我平时会用的颜色 很细的那种 要扭的那种样子 它是这种颜色 我不知道我用会不会有点太黄了 那另外一支吧 两支比较选奇 另外一支呢包装是不一样 就好像巧克力奶油单转 Light Brown 笔头其实跟刚才粗细是一样的 新画的那个支是上面这个样子 它们的笔转不回去吗 哦转得回去 因为我平时有那种习惯 会把那些新买这些眼影笔啊 眉笔啊 拉出来这么长 先看看它有多长 它全会全嘛 之前一度说我是变态 但这支好像真的选不回去了 那好吧 建余这支放不回去了 我就先用这支吧 哎 人生总是充满的惊喜啊 二 上色效果很好 但这种开好上色吧 我有点害怕 因为我很怕我控制不好 跟吸尘器一样 所过之处 厌过留痕 索性还比较细 比较好控制形状 哎 好像睡手了 左边画的比较好 质地会比较软 这支眉笔应该会很快用完吧 啊 尽力了 稍微把它梳淡一点 颜色好像太重了 好像梳得太大了 不就眉毛大行动开始了 心力焦脆啊 染眉膏被我遗留在了厕所 某一个我不知道的角落 Kiss Me那个 heavy rotation的那个染眉膏 今天的眉毛的 整体来说比较没形状 大家就凑合看吧 sorry 平时不是这个水平 对于眉毛这件事情 这个我还是有胆子说定 我自己练的还蛮好 但今天真的不是我本意啊 好了 下面我就开始画鼻影了 还是用Mac的Omega 我是感觉这个Omega给我一种 马上要用出铁皮的感觉 自从上次做那个铁皮合集 我现在特别对铁皮有一种神志向往 一看某一个化妆品有点有一点铁皮的意思啊 我就赶紧啊 用 调一个的Sigma的斜角刷吧 试一下好不好用 170 千万不要让我噎回到解放前 变成很重的鼻影 怪我 非常整齐 不会把那个鼻影的面积打得太大 是挺硬的那种刷毛 你们是不是一直听到 这样子的声音 是我在镜子的边缘敲刷子 企图胆去多余的粉尘 我告诉你们一下声音的来源 使一切事情变得合情合理 哈哈 在嘴巴下面画一点点阴影 显得我的嘴唇厚一点 把我的猪八戒鼻翼修小一点 鼻头下面显得我的鼻子比较窄一点 当然了还有传统的鼻头两侧 好吧那就继续往下一步进行吧 不然到天黑这个视频都录不完了 就打算画眼影了 我有买两个 Colourpop最近比较火的那种 Pressed Powder Shadow Palette 叫Yes Please 啊这名字好cute的 包装也好cute 像一个小黄鸭 另外一个呢 还是他们传统版本的creamy eyeshadow 实在是抵抗不了 对他们那种懦软手感 一万点袭击 就算不用摆着看颜色好看 也是赏心悦目的 当然我是肯定会用的 这个好像是一个新系列吧 在今天呢 我不打算在眼睛上上这个 因为我还没有准备好 怎么用它来画一套好看的妆容 我还是比较期待那个Pressed Powder 但我可以给大家试一下颜色 其中一个颜色裂掉了 能不能看到 怎么会寄来就裂掉了呀 发碎了我一身 这个裙子不能穿了 根本就不用给大家录铁皮合集了 这就已经露出铁皮了 好气哦 还是给大家看一下吧 就是那种金光闪闪的颜色 其实挺美的 哎美丽的东西不中用啊 睡得一化妆台都是 我现在整个人有一种一片混乱的感觉 这个颜色其实都挺好看的 这个颜色我也还蛮喜欢的 其中的一个哑光的颜色 叫做Summerside 是有点像夏天的 最末尾开到图迷那种 艳丽的都要滴雪 马上就要在它凋谢之前 最后再飞蛾扑火 被夏天做点贡献的那种 花一样的颜色 哇塞 颜色好浓郁啊 打翻了颜料盘的感觉 后面有那些 它的每一个颜色对应的名字 它们家的名字都很好听 叫Full Zip Big Cocktails Butter Cake 我很想看Big Cocktails 是什么样子 Big Cocktails 这种这么野心 让人想起来夜晚 让人想起来帅 让人想起来这种米烂的名字 居然是一个这么粉嫩 这么像幼儿园小朋友一样的颜色 给一个颜色都很小 乖乖的 像一小块宝石 牵在一个大的展示盘里 挺可爱的 而且眼影这种东西 太大一盘真的用不完 之前我说我很喜欢 那个Bobby Brown的Camel 但我呢 其实就觉得它太大 给我很大的压力 纵使你很喜欢的颜色 你会觉得 这颜色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用完 我不如下次碰到相似颜色 在某一个眼影盘里面 比较小的时候我再买吧 所以这样子 我觉得是一个失败的市场营销 我还是他们的市场营销主任 我会企图 把他们的单色眼影 多做的小一点 就跟这种一样 这样子你多买几盘 你也不心疼 因为你觉得小小的 而且又不贵 火锅适合什么样的眼影呢 可是我又不想画一个 红色太夸张的 美红王仿装眼影 首先呢 先拿一把SIGMA的E40 就是这种 像小扫把一样的刷子 先打一个底 就刷刚才那个Big Cocktails 比较粉 比较白的颜色 刷头上黑色的巧克力上 现在沾满椰子粉的感觉 哦还是蛮好上色的 双毛好软 这两者倒是一个 perfect combo 如果在我这个 妆能成功的情况下 我是不是应该说点 正常美妆博主应该说的话 把打底色 大面积都铺满 整个眼窝 然后呢 选一个短毛 点击一点点的刷 Eye Shadowing E55 来上一点 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然后在crease里面 下面 这个有点像奶油巧克力 有点像咖啡色的颜色 等一下我有见 这个朋友呢 他也怀孕了 我也不想画 他想鬼刺激到 他内心想要奔放的灵魂 我还是那脸矜持一点 小的一个small angle的刷子 E65 把同样的颜色 打在下眼尾 去妆容的完整性 否则我担心有点 头中脚清 眼睛上面有深色的眼影 眼睛下面没有 换回刚才那把比较大的 E40 稍微把上面 这深一点颜色的 这个打底 烂得开一点点 不然我担心 形状有点波澜起伏 像日本富士山的雪山 也像你夏天买的一个冰淇淋 在太阳底下走来走去 没有来得及吃融化的 那种不规则的波浪形状一样 那就尴尬了 好了 最后呢 我怎么可能干于平庸 只画一个普通的眼妆呢 我还是想加一个亮色 在眼睛上 带一点点欢乐的 符合棒棒 温柔阳光一样 细分的眼影 用这个note to self 这种好像夕阳红的 这种橘红色 我已经很久没有用 这么shining的眼影了 这里有一个圆滚滚 小尖头 好像一个小松鼠尾巴一样 很可爱一种白色的小眼影刷 E30 你们对最近薛志谦的 那个绯闻啊 人设坦塌的事情怎么看 不知道该怎么面对 这个现实 只能画一个橘黄色 明艳的眼妆 来chir up了 有一些古老成就的观念 老说女生化妆 就是败家 浪费时间 不务正义 其实我觉得画一个好看的妆 才是对自己心情 最好的调整 对所要见到你的人 最好的尊重 只要你想美 你就有资格化妆 对吧 是我之前看北美吐槽 经常吐槽多了 说什么爸爸妈妈 或者老古董 亲戚朋友指责他化妆 这些人你别理 这个世界不会因为 他们说你什么而改变了 这个世界只会因为 你怎么对自己而改变 加一点点的下眼尾 正好这个刷子 有一个鉴笔样的小尖头 蘸了黄色又好好看哦 如果说它是一个 小兔子的尾巴的话 现在它是一个 在信仰下奔跑的小兔子 尾巴上蘸了 落日的余晖了 化个妆 要把动物园搬转了 稍微稍微在 crease里面晕染 注意不要把它刷到外面哦 不然会跟其他的颜色 混在一起的 妆就没有层次感 好了我的眼妆化好 我自己其实在屏幕上 也不怎么看得出来 好不好看 心情我自己是挺好的 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我希望你们看的时候 也会开心了 然后就到了我眼影妆 构成了最后一步了 就是打亮眼头和眉骨吧 有一个颜色叫Spoil 是一个很亮很亮 像主沸的开水一样 那么明媚热烈的颜色 在这边 我打算呢 就用这个颜色 打亮眼头和眉骨 像一个西瓜籽 长得比较俊俏 比较瘦的那种刷子 把它画在眼头 哇这颜色好金了 画得太过火 那边修饰一下 把晕开吧 也是Sigma的一把晕染刷 还是白头 稍微融合一下 不要一念天堂 一念地狱 一念阳光 一念阴雨 你会吓到走出马路上 不能理解你的普罗大众 我的眼妆呢 现在就好了 so far so good 现在呢 已经是多很多时间的 下午5点05分了 等一下呢 我还想带小胖狗耳朵出去玩一下 我也还想按时去接我的朋友给他吃饭 哈哈哈 这盘眼影呢 里面有一些高光和哑光的颜色呢 搭配也挺均匀的 鉴雨呢 我刚才有好多颜色没有用到 我给大家试一个色吧 有一个颜色叫做Champs 我觉得还挺好看的 这也是一个这种呢 有点橘黄色的颜色 这个颜色呢 比较透明 比较薄 再试一个比较珠光的颜色 这就是那个珠光的颜色 两个的我都不是上手很重 动来动去有点点偏光的那种珊瑚色 虽然说我不太喜欢珊瑚色的唇膏 可是我喜欢珊瑚色的眼影啊 还有这个人也太难交代了 如果市场上每一个客人都跟我一样的话 化妆品公司应该要发疯吧 这盘眼影总体我是挺喜欢的 cute style 那我就开始画眼线了 因为我的眼睛嘛 一来双眼皮比较薄 一画太粗的眼线呢 双眼皮就没了 整个人显得凶狠又冷酷 那我都是用那种很细的液体眼线 我比较好掌控 这次我就想试一下 sigma加眼影膏 他们附带了一个非常非常小的刷子给我 自从大学毕业以后 是很少很少很少在用眼影膏的了 好像受到了刺激 小的时候有段时间不是很火 那个美宝莲的什么眼影膏吗 真的是晕到 连我妈都不认得我 我上课呢也就上两三个小时吧 上课之前呢 我本来画的美美的 像个小公主一样 穿着小高跟鞋 还是去坐公交车 就下了公交车以后就去学校了 但下课回家了以后 我那个眼影膏 已经从我眼睛上一直晕到 就是嘴角旁边的眉婆质那种样子 所以说呢之后我就对眼线膏有阴影 都不怎么用眼线膏了 听说这个sigma的眼线膏好平如潮 哇靠 好像一块纯净无染的黑钥匙啊 都不忍心把它弄坏 刷子呢就是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 有角度 觉得还挺细的 只要我压着眼皮画 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我就不跟你们说话 我要专心 占取手量在手上就是一大片 太抹多了 弄在手上这些 好像都够把整个眼睛画吧 就是我第一次用 很害怕很害怕控制不好 很细幼很精致的眼线 我也把这算不算精致 填补一下睫毛里面的空缺吧 觉得这个刷子的angle还不错 正好你用它 你想画一条小一点 勒敛一点的眼线也可以 想画一条狂眼夸张 勾子长一点的眼线 好像也可以 别看这个刷子 就是一个细细小小的角度 生怕这个妆真的得重新来 因为你们知道 眉毛画不好就修一下 眼影画不好再画一层 遮瑕遮不好再遮一下 但是眼线画坏 你就真的是坠入万劫不复地狱 给我一种很硬的感觉 但实际上真的戳进去 我就像一个果冻一样 很好戳破 好奇妙的感觉啊 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很土 欢呼雀跃举着一面大气 好像发现了世界未解之谜一样 大概就画成这个样子 左边眼睛的眼线呢 总是不顺手 我先画着了 如果真的画坏 我告诉你们 发叉叉就先画了一个轮廓出来 半成品 好像披萨烤了一半 还没有进烤炉的时候的感觉 好奇妙 所以说呢 我去买披萨 很喜欢看电影 把一个披萨的淘品 放到那个生面饼上 还没有进烤箱的时候一样 跟你所真的就是吃到 看到摸到的那个披萨 就不一样 这很奇怪 唉 哪次录视频 是能没有警测 在我窗外呼啸而过 让我等它很久 等一切鲑鱼瓶进 才能继续录的 好好了 怎么样 可能由于我是新手吧 我还是觉得内眼剪 我用那个刷子填的不是很好 所以我还是用 看望地的tartoo liner 把内眼剪填一下 好 这个妆呢 顺利气形到这 我真是要感谢天 感谢地 感谢哥鲁神灵啊 到哪一个步骤了 我要画睫毛了 睫毛呢 没有新产品 我就用旧的吧 还是用那个 舒安木耳的睫毛夹 你们夹睫毛是有没有恐惧 会夹到眼睛上的肉 发现真的没问题 我才上蛮力 用一个Giwanchi的 睫毛膏小样 是Giwanchi吧 刷头呢 是用波浪型 就好像一个冰淇淋 单卷桶上面 你放了三个scoop的 冰淇淋一样 上睫毛已经刷好了 算是蛮纤长 但不是很浓密 是蛮日常那种睫毛膏吧 我先用它来刷一下下睫毛了 懒得换睫毛膏了 我不喜欢下睫毛 是苍蝇腿 我喜欢温柔可爱 像小女生一样 素未长成的 又少下睫毛 哎呀 突然眼下一亮 我感觉有睫毛 已经粘在眼睫上了 三红呢 我也有新产品 哈哈哈哈 是两个color pop的三红 其实我只买了一个吧 是在他们的bestseller里面 看到一个颜色 算是我比较喜欢的颜色 是一个红的比较奔放 一点点的雅光三红 但是会不会有一点点胎粉 浅一点的美紫色吧 太喜欢他们家腮红 手刚一摸上去以后那种感觉 在皮肤上是这个样子 算是那种可爱的 小粉红系的腮红吧 我另外这个腮红呢 它是一个 啊又破了 哇 这单的东西全都破 它是一个不同颜色的盒子 好可爱 瞬间就被它的盒子颜色给吸引了 忘了它破了这个事实了 真的是他们送 当时好像买够多少钱呢 就可以送某一样东西 虽然说呢 腮红的盒子颜色很奇怪 就不是以往 它白色的小圆圆小白白了 是一个紫色成熟美紫色 Colourpop从小可爱 走成那种妖艳女郎的风格了 但是不吹不黑 不仅盒子很奇怪 颜色也很奇怪 在泰国 可以经常看到 大家涂那种颜色的腮红了 你们知道了 非常亮 好像一个眼影一样 而且是好多种不同颜色珠光 算了 我还是相信我自己的眼光 用我选的这盒 然后呢 用另外一只干净的手指 把它晕开 它上色不是说那种 很浓墨中彩的上色方式 哎呀 好娇艳呀 我今天吃饭大概就是 全场最可爱的那个小少女了 我确实也买了个新高光 高光呢 我也是听信了网红们的意见 它就是Price Powder Face Highlighter 叫做Hair Kitty Kitty 好像在叫一个小猫 Hair Kit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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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e here Come here Kitty Kitty 上面有小猩猩 是一个白色的塑料小盒子 质感很厚重的感觉 打开以后呢 就是简简单单的一块高光 正好是一块偏粉的高光 上面带了一个放镜子 这个镜子挺好用的 出去补妆可以用这个镜子 颜色我不喜欢 很多女生不都是那样用吗 就Real Technique的高光刷 刷子在里面打一个滚 再敲掉多余的粉 它不是一个上色很夸张的高光 嘴唇上面来一点 下巴上面来一点 但是挺好看的 我刚才说对了 是那种偏白偏粉的高光 上面已经被刷子刺出那些小洞来了 好心疼啊 没有没有这种感觉 就是很痴迷于化妆品 是一个完整的时候 但是不用的话 又发挥不了它的光热 早早晚晚还是得会用掉 好了我高光也刷好了 光色我就还是用我喜欢的佛光谱照太阳盘了 还是拿一只Sigma家的刷子吧 F37 大的好像比较窄的这种火焰头这种刷子 我这块骨头也很大 可是我不敢磨骨 你们看我头发 从这里开始往前延伸 现在就好像一个长江大坝 突然说开闸了一样 洪水奔流而下 给了我一个满月一样的脸 把这两侧修一下 它稍微小一点 基本现在修容也已经修好了 刷子也放回原位 有的时候我懒得把刷子放回原位 然后就满桌都是刷子那样 化完妆以后收拾化妆品 比化妆时间还长特别烦 所以说我现在都尽量培养好的习惯 就是用完某一个化妆品 立刻归原位 然后之后就不会收拾那么辛苦 不要告诉我你们早就有这个习惯 一个干净的刷子 修整一下 扫掉夸张的地方 多余的粉 现在就像最后一个步骤 你们应该知道是哪个步骤 就是口红 我有好几个新 建议我只有一张嘴 我也不能画一个彩虹口红 所以说我就打算其他几个试色 然后挑一个我最喜欢的画到嘴上 现在我们就开始吧 其实我没有买口红了 两个colourpop都是 就是买购一定的金额 以后他们赠送的 两只有一只叫做 9 to 5 有一只叫take 5 当时那个活动好像就是跟5有关 他们好奇怪 5这种事情也能做一个活动 还有一只是我当时买sephora的时候 他们送的 这个urban decay 这个什么vice 这个系列的liquid lipstick 中样吧 小样 因为我没有过urban decay的唇膏 它好像就是一个深深的粉豆沙色 我跟你们说 我已经在胳膊上画了三道了 这里一道 这里一道 但我发现都不能很好的试色 真的能试色 试好的liquid应该在这儿 哎呀好烦躁啊 粉豆沙色吧 其实这颜色我挺喜欢的 我觉得可能也挺配我今天妆容 但我还是想hold it back 试试其他几只成高 colourpop送的这个liquid lipstick 但是之前呢 我觉得他们家这个ultra matte lip 真的是很干很干 看到他们说ultra matte lip 我心里就一颤 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的东西 比刚才那只颜色 稍微泛肉色一点点 刚才那颜色稍比较深重一点 你要真是要我选的话 这两种颜色都是那种无功无故 就觉得怎么都不会出错的那种 他们两个很像近亲啊 就好像一对兄弟 一个胖一点一个瘦一点 但整体的轮廓和眉眼 都差不多那种感觉 这一只差就远了 这绝对不是同一家的亲兄弟 如果说你的父母 给你带坏一个这样的孩子 他绝对是领养的 有光泽的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光泽的远骨 感觉他更偏向巧克力那个方向 还蛮酷的 我有一点prefer这只 下面呢我就好像只有最后一只了 最近很流行的 好多那些欧美的美妆博士 也试用过嘛 但是一代当时机关事 我都找不到他的口红 然后最后才发现 下面有一个湿色条 跟你说口红是这个颜色 然后我现在压力山大 我不知道怎么打开 才能让这些碎片不散落一地 化完妆备 又要误实了 那我就得不偿失了 好像今天晚上 我整个录完视频以后 我就要把这些亮片都穿起来 坠到身上 出去跳钢管舞 口红的埋在里面 就好像一盒包装的 很fancy的糖一样 亮片成功的保留在里面 还是掉了一地 等一下录完 你们想不想看我现在的化妆台 已经爆炸了 那个Sophage刚刚Lounge的 所以我就买了一只 上面有一个金色的 很饱满的小嘴唇 中体是那种钢琴黑 整体挺有质感 反正现在Sophage Lounge的三个颜色 我买了一个 可能偏中间一点的颜色吧 但是感觉现在还是有点深 就是这个颜色 它其实在手上试过色 可能我是薄涂的吧 没有唇膏颜色那么深 唇膏看起来真的很像一块 纯度98%的黑巧克力 多颗粒的那种感觉 看我手上还有个亮点 涂在上面以后 就是这种深深的红色 美紫色 到底用哪只呢 怎么做决定呢 我真希望我是直播呀 这样你们就能跟我说话 告诉我说 今天应该到底用哪只了 则选这个很亮 这只Color Pop 就用这只了 不仅仅唇膏是金属风的 连我用上以后 嘴巴都有一点点 吃了一口铁水 铁锈水的味道 还蛮漂亮的 涂上有嘴上有金光 有的时候我涂那种 慢的唇膏 会觉得我自己太无趣 也会给自己上一层金光 这个倒是省事了 好了 现在这个妆呢 就彻底化好了 我可以美美的 见我的朋友约会了 可以挑一对耳环 可以换一个衣服 可以穿一双搭配的鞋 拿一个小包 高高兴兴的出去 过我的夜生活啦 妆好看吗 反正今天的该Radio 就是跟你们聊一下 顺便试一下我的新产品 总体来说 我还都是挺喜欢的 当然有一些什么 无辜无过 我一点也搞不清楚 是怎么回事的产品了 希望你们今晚过得开心 也希望你们看我视频的时候 都过得开心 不论每一天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 请给我点赞 我会很开心的 但如果你还没有 subscribe我channel 就请你subscribe我channel 这样子也会更新新的视频 你都能在第一时间 收到提醒 准时上线观看了 那就感谢你们的陪伴 下次再见吧